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林冠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中时期观众跟粉丝朋友 扫描QR Code 同时在年代向前看 脸书官方页按赞按追踪跟抢先看 那这一个昨天港警开枪杀人 引发这个国际社会各界的震撼 特别是这一次港警直接杀红了眼 杀进了香港几个各大学区里头 引发了各式各样的争议 那国际性的媒体 从CNN到BBC到金融时报 几乎都是头条头版处理 然而在此同时 香港的杀戮战场的恶化过程当中 美国国务院出来表态 呼吁双方都这个缓止暴力 然而也谴责所有在香港使用暴力的人 那国务院希望香港享有的高度自由 高度人权高度自治 可以持续的享有 然后美国社会现在关心跟 这个观察香港局势认为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特别是一旦中俄军事联手 那侵略台湾或者攻击台海的 这个军事安全的话 可能引发美国各界 难以处理的棘手伤害 那这一场港警开枪杀人 引蓝变成美中新冷战的重要核心战场 这背后有多少部人 这个故事跟内幕 我们待会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现场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来是中国研究员 同时是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 明居正老师 再来张国成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吴敏杰 大家好 再来是老王王以龙 大家好 再来是黄世聪 大家好 好世聪刚看到港警直接在闹区 开枪杀人 而且实弹杀人 引发香港的这个哀伤国伤 也引发网路上网路世代的全面的反弹 没错 昨天是中国的双十一 那我们这个标题下得非常好 是香港的双十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在昨天早上的时候 其实全香港发动所谓的三罢 那就是罢工罢课跟罢市 那从凌晨开始 其实有非常多地方呢 就是有这个 包括说港警冲入校园 还有很多地方都跟民众发生了这个冲突 当然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在西湾河的这个 有民众要去抢枪的时候呢 就可能跟警方发生冲突 警方就随 就开了 开了好几枪 那开了好几枪的时候 他中弹 那昨天的这个整个这个示威的话 有两个人中弹 有一个人命危 那甚至这个全 昨天的统计数字 有99个人受伤 警方逮捕了260个人 那为什么这个事件会持续的往上 这个升高压力呢 主要是因为其实 反送中从6月多以来呢 已经大概 根据统计数字呢 大概已经有10个 那里面大部分很多都是学生 都因此而身亡 像最新的一个是周子乐 他这个没有办法参加这个香港的这个 这个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当天的这个早上的毕业典礼的时候 他们校长是哽咽的说他已经死掉 那更是让很多香港大学的民众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他们根本受不了这样的情形 所以目前整个这个民间 或者说整个学生 是非常非常的对港警 或是港府是非常非常的不谅解 那甚至昨天这个开枪的事件 其实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 香港警察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放吹了一弹 但是他这是第二次用实弹射击 第一次是在10月1号 我们记得当时在新界的拳弯的时候 他直接对一个学生 对一个这个男子也是开枪 这一次又对这个学生开枪 所以警方到目前为止 他似乎是已经没办法收手下来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很多国际媒体都在批评这件事情 就是说香港现在的警察 根本是已经变成了 是好像杀红了一眼 那除了这个街头上面的 很多示威者跟警方有冲突之外 警方现在还冲进了大学里面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三所大学 一个是中文大学 一个是理工大学 一个是香港大学 这三所大学呢 昨天的跟今天 今天也是一样 警方就进去这个校园里面 除了发射吹雷弹之外 那因为很多这个民众 或是很多学生要阻止警方进来 所以他们就在里面焚烧 很多这个所谓的阻碍品 甚至现在 如果我们看到画面来说的话 今天就有很多画面是 在街头上面焚烧汽车 要阻挡警方来这边前进 甚至香港警察还进入这个 香港大学里面来说 还持枪指的这个学生数字 因为很多学生跟他们挑衅 所以你看到现在 整个香港的这个局面来说 是真的有点控制不住 所以我们如果注意到 昨天香港的股市是暴跌 跌了大概2.78% 那今天的股市是稍微止稳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全世界最最怎样 最弱势的地方 那连同这样 因为香港局势这个样子的 连中国股市也是一样 中国股市昨天也是跌幅非常重 那今天来说的话 有点反弹 但是也是弹不起来 所以显然大家都担心说 香港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局势 又绑在一起 尤其中国大陆最近又发生 非常多的经济局势 下滑的这个数字 所以这样子 连半的这个共办效应 可能会对中国大陆赞成的影响 好 问一下温浩大哥 这个我昨天看到 中环香港的这一个 飞航杀戮的影片跟画面的时候 我很难想象 那个是我过去熟悉的 亚洲的金融中心 然后我也很难想象 那个那么热闹 在香港中环 几乎形同在台湾的东区信义区 那它最核心的商业跟金融的 这个办公楼写字楼 也都在那边 那人潮也是经常性的 这个非常的多多的 然而以这一个情势香港的发展 现在看起来火车对撞 而且恶化的局面 是非常的黎巴嫩化 昨天的情况 实际上今天有类似的情况 刚才我们谈到了 他大量的进入校园去逮捕学生 然后学生抵抗 所以他们在这个校园里面 校园门口进行打战 这个警察发了很多催泪弹 那昨天还有就是他们香港警方在中环 这个跟这个一般这个在中环工作的人 他们实际上是中午午休时间 出来吃饭的时候 突然遭到警察大规模的袭击 这个用这个催泪弹 这个所以很多人都是莫名其妙 他们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个运动 但是被警察这个大规模的袭击 所以而且警察也冲到了 这个中环的主要的办公楼里面 去大师收捕人 所谓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分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就造成了这个中环的 大量的这个金融业的工作人员 对警察的愤怒 所以这个情况今天又再重复 香港警察使用武力的这个身高 因为这个这一次是明显的用实弹 而且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作为 这个里面有三层意义 第一就是因为原本11月24号 香港要举行区议会选举 现在香港的社会 大家都有各个方面的意见都认为 这次选举恐怕不会进行了 因为这次如果选的话 这个 民主派可能会大普的胜利 反对政府的会大败 反对政府的会大胜 所以香港政府要找出借口 来推迟这次选举 那第二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个林郑月儿去了北京 被习近平和韩正接见以后 所以他们是要加强这个镇压 而且他们又再一次提出 这个2003年被放弃的23条 要重新拿出来这个立法 那个等于是挑动香港社会的神经 那第三一个是这个驻港解放军 现在被很多的这个自媒体拍到 实际上已经混入港警队伍 加入了镇压部队 那香港这个驻港解放军 我们前几个有谈过 有大量的增援到香港 一直也没有 他们当时说是正常调动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报道说 他们当时有人撤出香港的 所以香港大概有上万个驻港解放军 随时可以走上街头 那实际上很多自媒体的报道是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这个驻港解放军已经混入了港警队伍 来加强镇压了 那香港这样的局势 有可能造成美中关系的变化 或者影响吗 当然了 因为这是一个黑天鹅 我看到这个亲中的媒体 或者中国的党媒 除了刚刚世聪讲的 这个为解放军怒港 这个宣传一个正当性之外 他们还大量的宣传 香港的抗争分子是遭受到美国的煽动 那这些革命分子 很多事实上是美国人 这个驱使的 那所以呢 他们认为这些暴动分子 那这一些人都是反动分子 破坏了香港 就是说党媒事实上是 把这一个当作是宣传跟推卸政治责任 那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个共产党的宣传 过去一百年来都没变过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他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 这个香港老百姓 昨天那个被枪杀的那个小孩 他手无寸铁 他根本没有拿任何武器 只是想进来这个帮他的朋友 他警察无缘无故 把他枪杀这样的状况 当然是警察有巨大的责任 费正当的使用武力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关于贸易战的情况 因为现在美国方面的 官方的反应是相对克制的 因为川普还是希望 能够尽快达成贸易战的协议 但是这种局势 香港街头的局势 不一定是川普习近平 能够完全控制的 现在香港街头的局势 有失控的状态 警察队伍也可能失控 学生这个也可能失控 那如果情势急剧恶化 造成大批人流血死亡的话 美国国会一定会采取行动 因为美国对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 现在还在等参议院的全体大会批准 那大家都知道几个主要的参议员 卢比奥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个法案 那现在的情况是说 如果香港局势变成一个黑天鹅 这个失控的话 那当然美国国会一定会采取行动 在美国国会如果通过那个法案的话 那中美的贸易谈判就没法进行了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港警 在大街闹街上开枪杀人 而且杀的是手无寸铁的年轻的孩子 那引发了港民的愤慨 事实上网路世代 昨天看到那样的画面影片 几乎骗传了全世界 从BBC到CNN到这个金融时报 到这个纽约时报 事实上国际全球性的媒体 都大幅的报道 那香港事实上距离台湾很近 也是一国两制当中 指标性的这一个地方 那问向明老师 现在港警跟这个香港示威者的对立 而且局势确实有失控的状态 老师怎么看 我想就接着刚才 师从兄跟汪浩兄的话龙往下说 第一我先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这一两天 或者甚至在前一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慢慢堆砌了这一步 第二我们再看后面的一个 比较更深层的原因 我先看一个比较 就是刚刚讲了说 那个三大霸 然后引发的这个事情 那昨天是11月11号 就双11了 那香港为什么出现这个三大霸呢 罢工罢喝罢事呢 因为前日不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 叫周子那个男生嘛 不是说从楼下摔下来 最后去世了嘛 所以大家发动这个三霸呢 来纪念它 那在这个纪念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就发动说 我们要这个黎明习动 要谈话交通 要捍卫自由 结果就出现了刚刚讲的事情 昨天那个开箱事情是发生的比较早 在香港岛的那个西湾河的地区呢 有一些黑人堵路之后 然后警察来驱散 驱散的请各位注意 是交通警察 最早是两个交通警察来驱散 然后其中有一个交通警察 往前走的时候呢 有一个白衣人离他比较近 交通警察就已经先拔枪指着白衣人 然后哭他的颈子 然后旁边的黑人一看呢 就上来救 不是要上来抢枪哦 他上来救那个白衣人 在他走上来的时候 他相距不到一公尺 那警察呢 就把枪都掉了 然后觉得要开枪了 那当然你可以说 警察难以判断 当然我们晓得 后来说那个黑衣人手无寸铁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这个香港警察 当时无法判断 那个黑衣人是否有武器 但是那样的攻击法 通常是不合适的 那为什么不合适 我们等会再说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人 第一个黑衣人中枪之后 有第二个黑衣人上去救 然后就听到连开两枪 所以一共是开了三枪 那听说第二人是手臂受伤 那包扎之后呢 就没事了 然后这个第一个人 中枪倒地了嘛 他腹部中枪倒地了嘛 一个女孩子上去要去理论 就这女孩子呢 被树龙小肚扑上去 扑倒在地上 对她眼跟脸部呢 就是喷那个胡椒物 然后那女人在那边惨叫 然后旁边那边叫呢 那这警察都没有停手 那最后就架走了 中枪的小孩呢 姓周 21岁 那现在呢 是右腹部中枪 子弹呢 卡在脊椎骨的部分 然后呢 右的肝叶呢 已经打的 打掉一部分 然后右肾呢 整个打破 所以现在听到就是 右肝叶 切掉一部分 然后右肾呢 栽除 然后现在大输血 然后整个还在昏迷状态 那奇怪的 就是刚刚那个前面片头 有播出呢 就是那个光头警长呢 刘泽金说 不要以为警察 原本不会开箱 这才是国际标准 这是胡说八道 这不是国际标准 第二呢 我们现在再严格一点点 它应该是卫报宣政 我们在不只是这个案例 我们等一下再讲到其他案例 也可以看到卫报宣政 卫报宣政呢 通常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个人 就是警察呢 判断错误 然后卫报宣政 第二呢 是警队 或是警察局 警方判断失当 卫报宣政 第三是政府卫报宣政 所以卫报宣政 它就两个结果 第二个结果呢 它很容易挑起民分 所以很多国家 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 是从警察反应过当开始 我并不想预言说 这次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只是提醒大家说 在国际社会上 很多抗暴运动 的确是针对第一线的军警 随便开枪杀人 伤人而产生 那么如果讲了中国话 那我们就怀疑说 你是不是在对民宣战呢 因为从过去很多案例来 我们觉得说不太正常 好 那么这是一个开始 这个第一个案例 而我们看到就是 昨天一天呢 警察亮枪的机会太多 而且同时亮枪 这件事情发生在七点钟 七点五十分呢 在港铁的这个东冲站 几个警察 守住出入口的时候 有警察拔枪 被市民贺骂说 你傻子啊 你神经病啊 这自认识香港啊 你怎么把枪亮出来呢 这是第二个案例 第三呢 在沙田 有两个警察呢 站在 两个交通警察 我刚才忘了说 第一个开箱就是交通警察 一般交通警察 不会配实弹枪的 对不对 刑警或其他 去办案警察 才配实弹枪 交通警察配实弹枪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而交通警察在 他是主动攻击 白衣男之后 黑衣男扑上 然后他在动枪 这两个行为本身都是 应该说是脱离常轨的 好 现在讲到 刚刚讲的沙田的案子 沙田也是两个交通警察 站在马路当中 一个人呢 拿了枪指向远方 然后呢 在对街的捐血站的附近呢 五个警察向前推进 四个警察拔枪 想要向前走 一个在后面压着呢 这样往前走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至少有三四个地方 香港警察同时亮枪 动作是非常挑衅的 现在很明显 就是以民为敌了 就我们不是乱讲 因为这个东西呢 这个动作像什么呢 像是中共在大陆上 震爆的情况 或者说这个武警 在大陆上的 维稳的情况 所以我记得我们最早来 这边六月份 我们看到这些动作 我们说香港警察 不像香港警察 对不对 我那讲 我说这动作像是一个公安 或像武警的动作 所以第一呢 它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被洗脑 第二种可能是乔装 第三种是渗透 第四种是掌控 也就是中共对香港警队 是一定会紧紧抓住的 刚才那是四个层次 现在看起来可能四个层次都有了 就是又有洗脑 又有乔装 又有渗透 又有掌控 那么除了这几个事情 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之外 在回方发生一些更离奇的事情 我不晓得等一下 你们画面上会不会有 交通警察骑着重型摩托车 进入人群当中 然后骑八字线 最后呢去冲撞人群 像撞保龄球一样 我们没有看到 哪一个国家警察 震报用这种方法的 而且那些人没有攻击他 你说那些人在攻击警察 掏枪或者扔汽油弹的时候 你说你才有这动作 那完全可以理解 那这些人只在马路上 只在向你推进的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调判行动 这个行为呢 绝对不是国际标准 所以这个东西不叫做执法 这东西叫做对市民宣战 所以我们的这个论断呢 是比较重的 然后再来就刚才的 士同兄谈到 警察进了大学 进了香港最大的极所大学 这个城市大学 中文大学跟港大 发射这个塑胶子弹 发射催泪弹 你如果抓捕一两个人的话呢 没有必要这样做 你通常警察进大学校园呢 在比较民主国家 就是第一你会知会校方 校方通常是校警配合你 我们同时行动 因为校内的自然 通常归学校管 然后外人进来要追捕 除非那种枪击要犯 那这样的话就是 学校当局要配合警方说 我尽快疏散人群 疏散完毕之后 把那个地方控出来让警察去执法 现在是警察在没有清场 然后没有智慧情况下这样冲进来 冲进来的时候呢 校方才知道 所以这所有的事情呢 都不叫做国际标准 所以国际将来追究这些事情呢 这些人呢 一个个都会被追究的 然后再来说什么警察发射 催泪弹啊 什么水炮啊 然后说什么香港什么港铁 很多地方停车啊 然后风扇什么 这都已经不奇怪了 然后同时我们看见的呢 还有一件事情呢 我不晓得刚才事情有没有提 我现在没注意 防暴警察冲进小溪湾的一个教堂 叫圣十字架教堂 然后当着这些教徒里面呢 拘捕了多人 一个少年受伤呢 然后这个鼻子流出白色液体 当然强行带走 继续喷那个吹了瓦斯等等 到了晚上林郑月娥出来开记者会 六点钟林郑月娥开记者会 把所有责任推到这个 这些示威者身上 然后没有道歉 没有任何事情 这同样的 在任何民主国家 不会做这种事 好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港警在闹街上开枪杀人 杀的是21岁的年轻香港孩子 引发了这个全民的共愤 那事实上港警现在 过度执法的状况非常的多 那明老师刚刚讲到 这里头还有一个攻防 是11月的24号的香港的区域议会的选举 对 那我们现在倒回头几天 刚刚讲的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就是11月11号 三天前呢 就再三天前呢 11月8号 有一个立法会的议员呢 叫朱凯迪在家里被抓了 晚上10点多呢 在下楼上被抓 然后同时呢 香港警察呢 还对另外5名议员呢 发出了说预约拘捕令 然后反正他们都被抓了 当然将来呢 可能短期间或许会放转 如果情况不严重的话 香港警察给的理由是什么呢 请各位听清楚啊 5月11号的时候 在立法会的一个会议上面 一个实体签呢 他说组织会议上面 谈什么呢 谈这个逃犯条例 在谈这条例当中呢 双方增值非常激烈 也就是建制派跟民主派 增值非常激烈 吵了三个小时 然后六个月之后 警方说 你六个月前干了这个事 所以我现在拘捕你 然后预约拘捕其他五个人 六个月啊 第一呢 你如果说是现行犯的话 现场应该抓走 一般来说 各国的议员 只要是民主国家议员 在议会里面讲话 有免责权 即便你当时违反了 所谓的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第十九条 应该是现场拘捕 没有事后追溯的 更没有说六个月后追溯 你说我一天后 想起来抓你 已经很荒唐了 六个月之后抓你呢 那叫罗织入罪 那很清楚了 那问题是 为什么要罗织入罪 那刚才是这个 汪浩兄提到吧 港澳办的这个张晓明呢 在九号 刚刚八号抓了那个朱凯迪这些人嘛 然后九号呢 发了一篇文章 发了一个很长的六线字的文章 他特别讲说 中共中央呢 对香港呢 拥有十项权力 这话呢 是重复我们前面讲过的 四中全会公报的 他不是有十五六栏吗 第十二栏呢 讲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分成四段话 第一段话是前沿 然后后面有一二三 第三段话呢 最后段话是针对台湾来的 在那个里面 他讲了什么呢 他说 重申中央政府 对香港的权力 第一呢 对特别行政区呢 我的法律呢 有创制权 第二 我中央政府 对香港的行政长官 跟主要官员呢 有任免权 第三呢 对于所谓的 香港的基本法的 制定修改跟解释的权力 都到我这里 第四呢 我对香港跟澳门行政长官 有指令权 第五呢 我掌有这个外务权 第六呢 掌有这个防务权等等 所以十项权力 他全部列举出来 那么他讲的东西呢 已经让我们提高警觉了 也就是他完全呼应了 前面的东西 那现在更重要的就是 他后面加一段话 他说 这几年来 香港的本土的 独立的声浪会这么高 然后这运动 或声势这么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十几年前 我们这二十三条立法 没有完成 所以讲得很清楚了 要完成立法 然后这完成立法 是为什么呢 就呼应了 这个四中权务里面 文章 他说 香港建立一个 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 是紧迫任务 那就话就很明白了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 现阶段呢 把香港的问题 拉高到国家安全层级 因为到了国家安全层级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立法 然后要加重 对他的管束 那一句话说完就是 他要把对大陆的 维稳的手法 全部移入香港 目的是表面维持 这一国两制 但是呢 实质上呢 他统治已经加强了 所以你刚刚讲说 所以实质上就 一国一制 一国一制 但是不能说 一国一制 表面上必须是两制 所以区议会的选举呢 是一个短期考虑 长期考虑就是 如何在维持一国两制的表面的话皮下面呢 我实行一国两制的真正统治 这才是我的目的 那问一下明杰 那同时美国一方面国务院也出来呼吁香港双方降低暴力 那同时呢 美国方面也观察了 那感受到事实上 中国的崛起过程当中 有扩张跟威胁 特别是一旦在印太的战略当中 中俄军事联手的话 那包含台湾跟台海的安全 都是一个大问号 对先前 事实上在2016年的时候 有大陆的网友 那时候因为中俄在 这个解放军南部占据海军 进行一个海上的联合军演 那时候配合那个军演 有大陆的网友贴出这张图 那这张图就基本上就是一个解放军攻台的示意图 那像这样的一个示意图 过去有非常多的版本 那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不过从这一个攻台的示意图 我们可以做几个判断 第一个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示意图 基本上我认为应该是解放军理想中的攻台的模式 就是说 我们先讲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不同的那个红色记号 是什么样的不同的布局跟战略 它基本上大概分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对台 它希望先 比如说先进行所谓的海空封锁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几道线 它海上的 比如说这几道外围的虚线 这都是水下封锁线 就是基本上先把台湾整个四面 进行海上的封锁 那东面来讲 当然就是配合它现在所谓的 对美军的反介入作战 也就是说它有潜舰部署在这个水下封锁线 要阻挡美军的航母来这个这个驰援台湾 所以它的这个现在 事实上就我们了解了 它的这个水下潜舰的部署 事实上有非常多的伏击区 那过去我们在潜舰采购的这个过程中 国造过程中 军方高层也透露过 解放军至少在台湾周边 有16个伏击区 那他后来有潜舰的这个出身的军官 在另外又透露说 事实上不止16个 至少有30处以上的伏击区 那这些所谓的伏击区 就是说他会在那里 比如说潜舰在那里坐底 在那里等待 那你有这个所有 行进这些伏击区的商船也好 军舰也好 这个是无差别的直接都做攻击 所以他把台湾先绕起来 然后封锁起来之后 他先海上封锁台湾 封锁之后 他有一个联合的海空打击 也就是说你看到他这里 有画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这个部分 空中的这个武力的打击 就是说这个部分 他要取得所谓台海的滞空权 所以就是海上也有 海上就是说空中的滞空权 拿到之后 当然他海上 你看他这里有两条粗的红线 这个示意图是他分别从 像下面这是从南部战区 上面是东部战区 他的所谓的这一个登陆的 这一个整个阻力 那就南北直接要从 这个朝台湾南北端 进行所谓的海上登陆 所以他这又是另外一个 所谓联合海上登陆 立体登陆的一个阶段 那这张示意图里面可以看到 当然这几个模式 这几个程序 是在理想中的 因为毕竟台湾 第一个台湾不是这个 如路无人之境 没有任何的防卫力量 这些所谓画的这些线 中间只要某些部分被打断 他下一个阶段 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我们台湾在防卫上面 第一个阶段 这几年汉光这个兵推的时候 不断的在强调说 所谓第一阶段 就是战力保存 还有所谓联合反封锁 战力保存就是说 他第一阶段可能会用 非常多的导弹 巡弋飞弹来攻击你 你要让他这个 用这种所谓的 这个震责的这种 这种战略 让他打不贪 你心理上不会因为这样屈服 你如果因为这样屈服 下一阶段 当然就不用再玩了 那第一阶段 战力保存之后 他后面海空兵力 甚至对台封锁 好我们就谈到说 这两天事实上这个国内 这个非常热的话题 因为有候选人讲说 这个潜舰国造 似乎是这个 好像做不到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潜舰 对台湾这个海防的 这个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我们刚刚谈到说 这个周边 有这些所谓的水下伏击区 不只他们有伏击区 我们也有伏击区 那基本上不是 这万一战事爆发前 如果我们有有效的情知 那可能也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美军日本的潜舰 可能也会在这附近出谋 事实上美军的潜舰 也在台湾东部经常行走 在那一个征兆发生之前 我们可能就会比他先进入 他们的伏击区 我们就在那里守株待兔 所谓的伏击区是要百分之百 而且是必经航道 就是说他如果要走这个路线 一定要经过这里 我会在那里伏击 那伏击的这个区域非常小不大 大概通常都十里 二十里这个范围 那各种形状都有 那在那里就 这个等待他来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他干掉 所以我们双方敌我 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划 那当然现在问题就是说 台湾的潜舰数量不够 所以你在这一个部分 你可能就是要进一步去提升 那所以整体上来讲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攻台模式 当然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这个图比较旧 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未来辽宁号 还有这所谓002的这种航母战斗群 成军之后 他未来可能摆在东面 这再出去一点 就是台湾东面的这个ADIZ 防空识别区 大概离台湾大概差不多 一百公里的这个距离 在那个边缘上面 他也会放上他的航母战斗群 那航母战斗群 我们知道潜舰最大的作用 就是战略吓阻 你只要这个在我附近的区域 出现一艘潜舰 过去事实上中美两国就有潜力 小英号碰到一艘 疑似解放军送级的潜舰 好像是进入他的这个巡弋战斗范围之内 他就后退急撤 那同样的我们在台湾东部摆上潜舰 基本上他的航母战斗群 要靠近台湾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潜舰国道基本上来讲 第一个我们先确立 潜舰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他不对称作战 所以这个有候选人讲说 什么毒瞎战略 事实上我觉得他搞不清楚 应该要讲的是毒蝎 毒瞎战略 大家查了全世界 没人讲毒瞎战略 毒蝎战略 就算是毒瞎战略好了 就是潜舰也是毒瞎战略的一种 因为你这一个不对称的 这个贺阻力 我一骚就可以对你一个舰队 那更不要说 如果摆在台海南北两端 当然很多人在讲说 这个台海因为水深不深 不到100公尺 潜舰不容易不适合 但是就我们了解 过去了解汉光的电脑兵器拖延 或我们时兵的操影 事实上在马公以南的这个区域 这是一个我们潜舰活动的一个 我们非常有把握的区域 你的这个 譬如说你南部的 这一个攻台的主力部队 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事实上你一艘潜舰都可以干掉 一整个登陆的这个船队 一艘潜舰如果未来规划 我们的这个新型的 这个国造的潜舰 至少可以带20到28枚的鱼壘 那这攻击目标就非常的多 所以整体上来讲 这个效益对我们的 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卫非常的高 那也可以打乱 它这个所谓的攻台的模式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选举过程中 目前后来这个 这个蓝莹银又改口说 支持民进党的这个政策 那我们也庆幸来 就是说唯一蓝绿 可以有一致共识的这个政策 未来能够持续推动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港警开枪杀人 引发香港的这个全民公愤 那香港人称为港商双十一 事实上网路上 也因为中国电商的崛起 双十一正在如火如荼的行销 跟这一个庆祝 然而香港也是美中新冷战的 第一线的战场 那双十一 事实上美国相当多的品牌 也非常热爱中国的消费者 跟中国市场 中国钱 对啊 在双十一之前 大家看很多新闻 说这个中国的厂商 很这个很给力 就是不给美国的货品 上架 大幅撤销美国的货品 对不对 结果我觉得这个嘴巴 讲的是那样 嘴巴说不要 但是身体 倒是很诚实 因为你看 这个他们自己天猫的官方 自己写的 我们哇 很快就成交了 十分钟就成交了 这个 苹果手机 是去年的七倍 今天不是中美大战 你不是要去用美货吗 你还买的比去年更猛 那再看Nike Nike更厉害 只花了一百零五秒 就卖破亿的人民币 Nike是什么品牌 Nike不是美国品牌吗 所以我觉得他们 所以我常说 这个NBA 为什么很忠视 美国大陆这个市场 因为实在是大陆人 太爱买了 所以你说 反过来看大陆 如果你 如果你可以打拒绝NBA的话 那你怎么又会去买 一堆你的Nike 你应该买你中国的品牌 跑步鞋 跟运动鞋 所以这 其实我们从实际的数据 就可以知道 其实这个中国人 还是很依赖美国的货品的 那我们往下看去 天猫 天猫这个最近 我们可以看到 阿里巴巴 最近他 我们说双十一 他右边那个是双十一 他的财 他的获利很好 看左边最新公布的 这个季度 这个其实公布出来 数据也非常好 其实 但是我 我要给大家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看到 不管是国内外的企业 而且国际企业 在他要IPO之前 那个财报 我几乎没看过一家是丑的啦 包括之前的小米 要去港股IPO 那个财报都好到很漂亮 所以一样道理 所以你看阿里巴巴 最新公布的 这个营收会吓死 那你就会反觉 这个中国的消费 不是要往下吗 但是似乎大家 现在都爱用上网就对了 买一些小学信 所以就他的财报 也是非常好的 那就可以推到我们下一步 他现在因为财报 假如说好了财报 我现在就要到这个 港股IPO 我个人有四点看法 就是说阿里巴巴 为什么要到港股IPO 第一个当然就是他目前 在美股的股价是非常高的 相较我们昨天提到那个百度 其实阿里巴巴过去五年来 从挂牌到现在 成长 股价成长大概成长一倍 将近一倍98%左右 所以他既然在美股 拿到这么高的价格 他回来港股这个身价 当然就很高了 所以就不一样 第二个他要躲避 美国政府的监管 因为之前传出 川普准备把它列为黑名单 甚至不让它上市 那他避免这种风险 万一这边我募不到钱了 那我到时候再来找 那其实身价会降很多 那不如现在港股 有个地方 那我可以挂牌 就是他移转平台 他从这个美股的 这个平台 可能移转到港股 就跟年代相前看 现在也有YouTube的平台 也有脸书的平台 而且以后不排除 影片也上传脸书的平台 首播一样 所以提醒粉丝观众朋友 赶快扫QR Code 赶快按赞 赶快按追踪 那移转平台是很重要的 因为万一美国 他不然上市 你就整个挂了 所以你要先移转平台 有个后路 第三点就是说 港交所 其实今年需要注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今年 人家美股创新 台股也创新 可是就港股 港股来说 其实表现是非常疲弱的 那疲弱的情况下 你收到这个手续费就少 对不对 那再来一件事情 IPO的这个公司 加速率大幅降低 对港交所 当然就赚不到钱 港交所 所以港交所 今天才有个 之前才有个新闻 他要去并购人家 伦敦交易所 人家才不要 对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原因 需要港交所 需要阿里巴巴 这个大户进来 然后带动整个IPO市场 那第四大点就是说 最后一个就是 带动港国表现 就是这张图 你看刚传出 之前刚传出 这个阿里巴巴 说回来香港挂牌的时候 这个我们马云 投资的这个云峰金融 瞬间就大涨了 你看他近期 十几天 大涨了两个percent 二十大涨了两成 所以以上四点 就我认为阿里巴巴 为什么要回来 其实港交所 针对要把阿里巴巴请回 他做很大的奴隶 爸爸去年 他就提出了 这个所谓的同股不同权 其实都在铺路 要找这些小米 找些阿里巴巴回来 那这是阿里巴巴 跟港股的爱人情绪 而且阿里巴巴回香港挂牌 也是在寓作 美中万一 打到金融战的 这一个布局 对 就是说 事实上观众朋友 不知道 荣永图跟这个黄祈凡 他们直接都在网路上讲 下一步美中可能 就打金融战 那连老共都准备 要打金融战 所以在金融市场操作的人 或者在金融市场挂牌的人 他当然要预作风险的 分散的管理 对 在资本利的市场 就开始要做分散管理 我才在别的地方 才能绕得到钱 那这个是 这个阿里巴巴跟港股的故事 那接下来我要谈一个 就是我最近有发现 中国人一个新亮点 就是说 我们知道最近 习近平正 就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正在希腊参访 那他有去看到这个 就是希腊最大的一个港口 事实上跟大家讲 这个最大港口 目前有六七个percent的股权 是掌握在中国的这个海运 中原海运身上 就中国人的公司身上 而且到2020年 还要加大投资 预计还会有16%的股权 会落到中原海运身上 所以等同到2020 希腊这个最大的港口 等于是自家门火 几乎80%已经卖给中国了 那中国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要加强这个 其实希腊是很早以前 就跟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的契约 他们因为这个港口 去霸占了欧雅非 这三个三角关系 所以这个港口 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啊 好老王我们讲 这个港口是有意义的 首先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还有一个希腊船王 欧纳西斯取的甲贵脸 美国人觉得影响国威 然后希腊是海运 非常发达的这一个国家 但是欧债危机之后 希腊很缺钱 那希腊的海运也受到重创 所以习大大的一带一路 其中一个欧洲很大的 城市的指标都在希腊 这是国家战略 然后下面一个国有企业的战略 就是中原海域去收购投资 这个港口跟码头 而且呢 它是国有企业控有港口跟码头之后 它将来有各式各样商用的用途 而且万一 万一地球上有军事的状况的时候 商用码头也可以变成军事码头 这是一带一路重要的国家战略 它是商业跟国家跟军事的战略绑在一起 所以老王那事实上如果中南海的国家力量 可以控制希腊的重要港口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军事战略乃至于商业 它是这个全方位的控管跟考量 一把抓 所以你看战略 刚刚刚关姐有提到 战略他也考量到 希腊因为缺钱 关姐刚刚刚提到希腊因为缺钱 不但把榜口卖 然后房地产还是要往下跌 这时候他要怎么办 开始来发放所谓的黄金签证 你可以看到最近中国人最像什么 希腊购房移民 只要25万 其实20万都很便宜 200万人民币差不多 对 你就可以在那边获得 欧罗 是欧元 可是大概就200万的这个 200万人民币 也还好啦 也还好啦 就1000万就可以移民 对于大户来说还好 就可以5年移到那里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希腊 现在你去希腊 抬头看他的天空 很中国 因为到处有中国的招牌 就电商的招牌 这是真的 那你可以看不止这个 他们很爱用什么 什么弯弯欢迎回家 他们就是希腊欢迎你回家 这个slogan又用不腻 就是反正就告诉他 其实希腊就是你第二个家 我们不如不要买香港了 我们不要买台湾了 不能不让我们买了 我们现在来买希腊 我们看实际的数字好不好 这是雅典 雅典的房地产的投资的展望 到了今年 2010年已经升到 非常好的展望 因为钱一直进去 右上角那个小角 是外国的投资人 就简单讲拿到黄金签证 这居留证的数量 你可以发现是很快速的在地震 包括今年又比去年多的四成 所以是速度很快 那你们知道这个居留证 大概5000多张 光是中国人就超过3000多张 这超过大概六成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 谁在买这个希腊的地 那就是中国人 那我们仔细看房价 所以以后希腊人 可能迎接很多中国人 然后以后希腊选举 也可能选出中国代理人 跟中国领袖 都有可能 他们现在正在享受前几年的香港 跟我们当时台湾政府 入制刚进来 那一波现在的快感 他们正在甜蜜感 所以我们这时候 你讲人家 不然人家不会相信 你可以看房价的部分 房价涨多快 如果是以一般 第一个是以一般的平均数量 我们以2007年希腊房价 为100为基准 就当时指数100 你可以发现在今年 对照过去 是整体来说 其实还没有涨回2007年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水准 但是就这几年的涨幅 已经变动率已经7% 7%左右 包括五年以上的旧房子 成长率 连变动率都还有7% 这涨很多 那如果你看雅典 主要的一线城市 都还有11% 所以这当然目前 如果你是中国 你看到这么好的投报率 你会不会想要进去 会吗 而且钱又可以搬离中国 你想对了 搬离中国 除了希腊 又可以当作你进到欧盟 欧洲国家的一个敲门砖 所以目前中国人最夯的一件事 中国大货其实也很大货 移民希腊 移民希腊 对 因为香港现在有点乱 移民香港又贵又乱 台湾又不好买 那就来希腊买 然后希腊蓝天板 鱼云又便宜 然后又不错 对他们现在最后就买那个买房子 然后住来当饭店 因为希腊光客 所以他们纯粹赚那个租金收入 所以你去那边就真的会很中国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港警开枪杀人 那美中的攻防除了新冷战在香港之外 那最大更新的攻防仍然是两个强权跟霸权之争 张老师怎么观察 首先呢现在这个11月是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的重要 一方面来讲中美贸易战现在 正是到了这个紧要的关头 另外一方面这个双11 这个对中国来讲政治就是经济 经济就是政治 这个双11不只是一个 这个购物商人制造出来的节日 同时也是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跟消费者信心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们又看到说 他不断的强调双11怎么多快多快又破了 这个去年的纪录 这个我前几年看过一个报道 那个报道是说当时中日因为钓鱼台的问题 这个比较紧张 结果刚好来了个11的这个黄金周 结果呢就有一个这个统计就是说 中国人赴日旅游的数字还是在创新高 因为去日本旅游是 这个中国人觉得很喜欢物超所知 结果呢到了中央呢中央就有两个看法 一个就是说呢 你现在如果对于这个报道 予以证实的话 就代表说你看这个中国人怎么这么没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呢 对不对 这个日本还占我领土钓鱼岛 结果大家这么惊日还这么喜欢跑到日本去 这个不行 但另外一派人就说 这显现了中国消费者消费进行畅旺 中国经济不断上行 形势一片大好 所以最后结果呢 是折中还是强调呢 这个中国人这个赴日旅游在11创新高 也就是说呢在中国政治就是经济 经济就是政治 所以我们强调说中国人去希腊买房啦 这个双11勾创新高 中国的大外宣一定要把它解释成说中国人是有能力横扫欧洲房市 而不是中国人资金缺乏信心流出中国 这个概念是一定要分清楚的 所以话语权跟解释权很重要 是话语权跟权势权 对共产主义的统治来讲是再重要不过的东西 好那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港的局势 最近转坏 为什么香港局势转坏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习近平呢 基本上在前不久召见了这个林郑 因此呢换句话说 这个既然我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目前的管制 特区政府就必须要拿出更大的力度 来向中央展现它具有管制香港的能力 这在中间死几个人或者是抓几个人 这个是不在话下的 那么另外在这个前几天 特别是在星期一开始 香港展开大三霸 就是霸工霸课霸事 这个对中共来讲 是非常这个需要警惕的 为什么 因为东欧在过去 开始这个共产统治崩解 走向民主 一开始是波兰先破口 那波兰为什么破口 就是工人罢工 对共产主义者来讲 罢工这件事情 是格外的需要重视 而且难以忍受 因为第一个 共产主义就是强调工人的利益 当时为什么要创立共产党 要这个发明共产主义 一开始就是打破资本家 对这个工人的剥削 所以既然在共产主义之下 工人照理说是因得到了解放 结果居然发生了罢工 这格外的对共产主义这种讽刺 所以第一个 罢工这件事情 比其他的抗争还要来得严重 还要需要镇压 第二 共产主义强调计划经济 我什么时候要生产什么商品 这个是一定的 这个要完成生产指标 那你一罢工就完不成生产指标了 所以呢 对共产党来讲 罢工这件事情是格外的严重 那香港的抗争呢 从这个年轻人 勇武派在街上的抗争 如果说出现了中产阶级的罢工 而且罢工开始呈气候 这个对中共来讲 不只是抗争的升级 而且是根本价值的挑战 所以这一点来讲 我们就可以理解说 昨天有这个 这个港警这个激烈的这个作为 而且呢 看起来特区政府 还认为这样子开枪的做法 是正当的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耳后 可能就形成一种鼓励 另外还有就是11月24号 原本预定要区议会选举 区议会在过去其实不重要了 因为它的客观权力很小 而且它没有审批预算 跟立法的权利 而且但是呢 这个现在大概有400多个人 其中除了27个是官派的以外 其他都是民选 但是现在来讲 不能排除香港民众 拿这个唯一的一次 这个资商性的选举 作为对特区政府 甚至对中共 表达不满的一个 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这可能是150年来 香港的民意 最重视 而且最具决战性的一次选举 因此 那万一取消或延后呢 那取消或延后 一方面来讲 当然这个香港选民 就没有表态的机会了 但是呢 取消或延后 同时也代表就是心虚 就是担心这个选举 这个不能掌控局势 因为目前来讲 建制派 就是挺特区政府的 在区议会里面 是占了这个决定性的优势 所有的18个区议会的 这个主席都是建制派 换句话说 你现在如果停止选举了 不敢选举了 就代表说 你也意识到 现在的这个民意 这个优势 是流失的多么严重 所以我看中共方面 还是会谨慎的考虑 要不要取消 好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 跟粉丝朋友 务必扫描QR Code 那在脸书搜寻 年代向前看 同时呢 按赞 按追踪 按抢先看 跟直播功能 那平台的分散 跟风险的分散 很重要 年代向前看 同时在YouTube 脸书 IG Twitter 上面 通通都有官方的账号 将来有更强大的社群平台 我们一定也第一个 去开这个官方的账号 我们在社群平台上 服务大家不会停止 不会延后